她与丈夫陈泰荣奋笔集书编巧史,将中国移民巴西历史再提前三年。 她和她的丈夫陈泰荣工作了很厉害为冠军的中国人在外面, 连续冠军的中国移民最后三年。 巴西有日本移民200万,华人移民虽然只有30多万,但截止2024年。 已有215年移民史的华人,比日本移民早了99年。 有2万亿的日本移民在华人,而仍然有只有300万亿的中国移民, 在2024年,中国移民,有215年移民的移民, 是99年前的移民在中国移民的移民。 即2024年中巴建交50周年之际, 记者采访了为收集和编写巴西华人移民史, 做出卓越成就的刘正琴女士。 这位83岁高龄的前中国外交官, 至今仍然在为记录华人新移民的创业故事, 分比集书,比更不错, 到今年2024年,我们中国移民巴西, 已经有了215年的悠久历史 比起日本人116年的历史还早了99年 我和我丈夫陈台荣 我们是中华人民国外交部的普通义兵 我们曾经在中国驻古巴 驻葡萄牙和驻巴西使领馆 进行调研和乔务工作多年 他是2001年退休的 我是2001年退休的 我们便是办了亲属团聚 到巴西来和女儿陈丽丽一家在这团聚 在退休以后呢 我们还继续就开始收集和编写华人移民史 花了整整16年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19万字的 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 就是刚才那本南平的书 这本书是2017年由华侨出版社出版的 为了这本书我和我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们两个人曾经自费的跑到 还原了200多年前华人的移民场景 用生动的史实 讲述了首批抵达巴西华人艰辛奋斗的历程 其中既有为巴西农业、种植业和商业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 而获得巴西人民尊重和褒奖 也有为修建巴西第一条铁路 因生活条件恶劣 五千华供死于瘟疫祸乱 就地焚尸的悲惨的故事 这些史料记录了华供 参加了巴西修工路 开采金矿 为巴西海军修造船只 以及为巴西生产火药等等等等的工作 另外这第一本书 我们在这本书里头 首次找到葡萄牙王室 就是摄政王和澳门的行政长官的通信 他们的手稿 而且以此为凭据 证明我们华人移民史是1809年 而不像官方传言的是1812年 在这前面1809年首批来的 后面也有1811年 以及后面很多年都有 就是这个12年那次送来的 就是种子和茶树 这个在史料里头都很清楚 根据这些史料显示 在1812年抵达巴西的 就是一批茶树苗和那个茶种 我们尊重历史史时 纠正了华人移民史中的偏见和谬误 为此我也感到欣慰 虽然现在官方已经把1812年作为一个官方的 中国人首批移民巴西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理清了它的事实 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巴西人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非常赞赏 我们在我们的跟巴西人的接触和我们采访 调研当中的发现了这一点 时不时的有巴西的大学生啊 学者呀 记者呀 对我进行拜访 有单位邀请我去进行坐谈等等 我自己就应邀给一些巴西的学者 学校和一些从中国日的活动 中国日的活动的时候也常常来找我要材料 也给那个就这儿的那个 institutubrena 写过不少材料 最近就是10月18号的时候 当地这个伯朗布格州孔苑 还邀请我去座谈了这个移民史 反应还不错 讲完了以后呢 那个重点我就是讲的 我们不是1812年到 而我们首批是1809年到 同时我也隐进了 隐进一些我们古老的时候的物证 我和这个学生们听了还是不错的 我下来以后有个有个华裔的孩子就跟我说 哎呦他说的真好 我第一次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么早就来到巴西了 而且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 我为此感到交往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有很多的工作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可以说我和我的老伴 这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忘记中国外交战事的初心和使命 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了促进两国人民交往 增进两国友好合作 编写桥史充分肯定我们中国人对巴西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 责武旁贷 我将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继续研究巴西的中巴关系的历史 巴西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特别是华人移民巴西史的研究 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发挥我的利润 喜欢我的视频请您订阅和点赞 谢谢您 如果你的视频便选关 fare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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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